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谈一下咖啡 那么今天我们不谈为什么要喝咖啡 那么我们先谈一谈这个咖啡有哪些种类 那么一般的我们最常见的种类呢 就是说叫French Roast French Roast French Roast呢它一般就是说比较强 然后这个smokey 也就是说闻起来像吸大烟的一样 然后那种烟的味儿非常的壮 就是有一点糊的味道 所以非常strong 所以这种东西呢 往往这一类的Coffee呢 比较受这个喝咖啡的人的喜欢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一般的我们这种 一般的这种Roaster的 叫做Breakfast Blend 或者叫做Breakfast的这种Coffee呢 它一般来说呢就是没有那么strong 比较light 让你smooth的这种Coffee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叫Peace Coffee 这种Coffee呢 喝起来就是味道呢也很strong 但是呢它的那种flavor味儿就很好 所以说呢 这样比较算是 就是一般的大众的这种Coffee呢 分成比较三种吧 就是低档的 比如说这种Black Light Roasted Coffee 还有一种就是这种French Roast 还有一种就是叫Peace Coffee 像这种比较高档一点的 叫Dark Roaster的Coffee 就是更厉害更黑的这种Coffee 那么就是这几种Coffee 那么在喝Coffee的过程当中呢 在喝Coffee呢它有很多的这种 就是像这种叫做Medium Roaster Medium Roaster就是烤成中等的状态 还有就是非常黑 还有一种就是黑的状态 还有一种叫做Original Blend 就是说标准的standard 没有那么黑的那种Coffee 那么这几种 那么Starbucks 那个一般的Costco卖的呢 就是一种叫做Starbucks Coffee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种San Francisco Coffee Peace Coffee 还有Ruanda Coffee 那么罗网达的这种Coffee 那么非洲的Coffee 那么这几种Coffee呢 比较受欢迎的当然是 就是咱们的这个Starbucks的Coffee 那么Starbucks Coffee呢 我很喜欢喝Starbucks Coffee 就是它的味道比较就是标准的 就是Golombia的这种Coffee 所以比较喝起来 Strong 但是又不会这么 又是Mild的这种东西 所以喝起来非常好喝 那么还有一种呢 叫做San Francisco Bay 这种Garmin Coffee 就喝起来以后 比那个Flavor呢 又有一点点香的味道 所以说呢 又不同的 就是说它又加了 这是不同产地的一种Coffee 那这些Coffee呢 都是咖啡豆 还有一种呢 Coffee 就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 就叫这种Coffee 叫做Cup Coffee 叫Crack 叫做Kurig Kurig Kurig 这种Coffee 那么Kurig 这种Coffee呢 就是它是一种Cup 然后都给你 把这个Filter 都给你弄好了 这样的话 你必须要买它那个机子 然后用那个机子去砍 去用 到时候它 它钻一个盐 给你挤个盐 然后用水冲过来以后 然后就掉下来 就要坠下来 那种这种Coffee呢 最近几年比较流行 因为比较懒的人 他们就不需要去Clean 这个Coffee Machine 也不需要去 买Filter啊 什么东西的 然后就一杯 就是一个Cup 就是一个Cup 那种的 这样的Coffee 那么这样的Coffee呢 有一个好处 就是比较懒的人 比较Standard 你没有不能禁止 知道吧 但是呢 如果要是 不是这种Standard的Coffee 比如说这种Coffee呢 Standard的 它的咖啡豆的这种 机器磨的这种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flavor 比如说 弄的Stronger一些 弄的一些 弄的一些 弱一些 或者是更清淡一些 这样的话 就让你的Coffee呢 变得 就是可以根据 不同的时间 来进行喝 这种不同的Coffee 所以说呢 一般人来说呢 就是说是这种 真正的Coffee的这种Junker呢 他们是一定要是Brew的 要自己Brew 这种Creme 还有一种 这种Creme 这种Creme 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放Creme以后 你的Coffee 就变得味道呢 就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Strong了 然后它也不染你的牙齿 这种Coffee 就叫Instant Coffee 就是说 大家说 就是这种被打成 已经给你做好的 这种Instant Coffee 很多营养都已经被剔除掉了 然后或者是被过滤掉了 然后基本上 你是按照它的那个Menu Recipe 做出来的一种Coffee 我想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怎么做Coffee 那么首先呢 我们从Costco 或者从什么店 买这个Coffee Bean 为什么要买Bean 而不买那个Instant Coffee 那么实际上 这个Bean 和Instant Coffee 是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这个Bean里面 含了很多的营养成分 你要是Instant Coffee 它就被已经给去掉了 很多很多的东西 所以说呢 那个这个Bean的Coffee 是很好的Coffee 所以尽量的 要喝Coffee的人呢 一定是喝Bean的 当然你要有条件 你可以直接Bean 打出来以后 马上就这个 就做Brew Coffee 当然是那样 但是大多数一般的人呢 我们只能从Costco 买买这么一袋的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做 那么四面 有好几种Coffee 那么最常用的 叫French Roast 那么French Roast 就是法国烤的那种 那种风味 它这种风味呢 主要是把这个Bean 烤得比较大 所以说喝起来 有一点糊的味道 所以说比较香 那么你买了这个Coffee 以后呢 那怎么办 那么你们家里 没有这种打的机子 那怎么办 你就买了这个Coffee 一般这个像Costco 它都Provide 这么一个叫Coffee Station 然后你就把它这样 Open了以后 就把它Open了 然后把它 比如说这个机子 它上面有个口 然后我们把它倒进去 倒口以后呢 那么这有几个Option 选什么样的 那么一般的家庭呢 你选的比较就是 这个 Auto Drip 就是说它 你放进去水 烧开了水以后 然后它的水掉下来以后 然后把这个东西Blo下来 然后下来的水分 那就是Coffee 那还有一种呢 比如说 Expresso Expresso呢 这个就是非常的Strong的 然后他们把那个打得很碎 然后都要用那个机子去做去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没有那种机子 所以一般的家庭来说呢 就把它选成这种 Auto Drip 看到了吗 这个地方叫Auto Drip 然后就可以了 当然你要是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不是Auto Drip 是一种Fun Funny呢 就是说 那个上面有一个小漏斗 然后弄好 弄好 就是比较简单的了 就是把粉打得很细碎以后 然后放进去 放进去以后 这时候呢 你再把水倒了上面的这个 这个小的cup里边 然后让它 让它掉下来 掉下来的这个Coffee 也可以 一般家里买的咖啡机 都是用Auto Drip 就可以了 一般家庭都是Auto Drip 那么你要是Professional 比如说Expresso 这种机子 它可以打机子 然后那个很小 然后很strong 这样的话 那种机子 一般是Professional 咱们没有那种机子 那么一般的机子的人都没有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Auto Drip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选好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 这时候它就掉下来了 就都从那里边掉进去 这个机子就是往下 这个地方是container的 然后你放进去了以后 它就打烂了以后掉下去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里边的时候 你最好用这个东西 用个勺子在这儿 出了出了 出了出了以后呢 这样的话 我们会有个洞 才会下不了 那这样的话 味道很酸 味道很酸 就像西大烟的那个味道 哈哈哈哈 很浓 很浓 味道现在非常香 你知道吧 有的时候 你看吧 有的时候实际上里边还有很多 知道吧 但是它的这个一个cycle 已经finish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看 没有全打弯 还没有全打弯 实际上在里边还有 还有 还有一种慢 再开 哦 它还自动的一拐上了 对 用一个cycle 因为 其实里边还有很多的病 对 对 你可以看到这个里边的病 看到吗 很多 不是 就是 不是 有点 有点 就是 有点 所以 你 可以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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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没了 还有 不多了 但是还有 还可以再进 这个量比较大 这可能快没了 没有了 又要是觉得还没转一下 再开一个叫它空转一下 转一下 你看看 这里边已经不往外 不往外留咖啡了 这方面真的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没有了就拿去了 拿这个咖啡 你看看 这些咖啡 一大袋咖啡 有的人呢 觉得好像 还不够细 然后呢 他们就 重新的再 再打一遍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们觉得OK了 这旁边呢 一般呢 它都提供了这种胶带 知道吧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沾 就可以了 沾 沾 都没了 而且它在加工 Instain Coffee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 它是怎么加工 在下一集的喝咖啡的故事当中 我们想谈论一下 怎样 Brew Coffee 也就是怎样做咖啡 有几种方式做 他们的特点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免费频道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